好不好讲到盖房子 这个来看起来还蛮务实的 因为单身人口越来越多 美国很流行的单身公寓 台湾现在也看准了这块大饼 有设计团队将在明年要打造单身公寓 会规划设计500户8平半的微型公寓 这也将是台湾首个为单身贵族量身设计的公营住宅 是只租不卖的 而这租金设定目前是一般邻近租屋行情的7到8成 在台北市保清段上 有个面积9684平方公尺的土地 未来将会打造微型公寓 以八平半左右为主来吸引单身族群 松山保清段运辅将干519户24坪 三房占10%户数 16坪两房30% 八平半60% 另外在万华青年路水源路口 业绩约4081平方公尺 预计也有278户 住户设定以20到46岁为主 单身年薪90万以下 家庭年薪150万以下 只租不卖 租金设定一般邻近租屋行情的7到8成 2014年动工一年后完工 像这种单身公寓最大的特点就是共吹共食 有共同厨房 餐厅 公民讲堂 单车 连吹风机都可以共享 事实上呢 这种微型公寓台北市近期就开始热销 我们实地来走访呢 像这个4.8平的一个大小 然后有厨房 也有客厅 还有卧室 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 像是这种微型公寓 也就是俗称鸽子宅 坪数4.8平 加上公社8.8平 不过要价 可是不便宜 一坪就要台币60多万元 总价500万 就是它的交通便宜 像这种房子 可能出租的这个价格 可能要到1万4 1万5 单身经济正夯 也让建商和设计团队 卯足进大抢单身财 中天新闻自能中 邱子宁台北采访到